那時期我們看到3Q案之後 朱立援算是產勝了 那國民黨就算沒有這個士氣大陣 也小陣 可是大家想說 奇怪了 民調的部分 是不是民眾反而不喜歡國民黨這樣 因為我們看到國民黨的民調 現在已經落後給民眾黨了 落居第三已經被超車了 但國民黨又怎麼回應 國民黨方面就說 這個是跟民眾真實的感受不同 說相信民眾會加以判斷 你怎麼看 陳柏惟的賣免案是朱立倫需要的 所以朱立倫拜託這個言家 使出吃奶之力 洪荒之力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朱立倫虧欠言家 所以剛剛前面在討論說 言家到底要推誰出來 我倒覺得說 言家有在跟你在乎這種姿態嗎 當然就是言官衡 梁明正都去申請了 我都已經從義工變成本地人 到變成主人 我都已經聊下去成這個樣子了 我是在跟你客氣什麼 真的 我覺得沒有 人家從來不是一個 對 就是還顧一下姿態 那我派妹妹出來 我派一個代理人出來 我覺得他沒有要講究這麼多 可是很多事情會被檢驗啊 他們家不怕 他們家紮根 他們家紮根 他們家紮根的這個抓地力 沒有在靠形象的啊 就是那個是靠組織 姿勢根 對啊 好 另外一個層次是說 朱立倫的確很需要這一場仗 可是呢 在這一場陳柏惟的仗裡面呢 這個罷免方是仇恨動員 所以他本身就會激出比較大的能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他激出了比較大的能量 撐到一個最極致就是七萬五千票啦 那反霸的這一方 因為他沒有仇恨動員 他比較難激出那樣子的投票率的時候 他也有七萬三千多票 那所以這件事情就可以反映在 為什麼現在國民黨的民調 會還往下降 你看喔 這個游英龍的 游英龍老師的這個民調 他每個月都會公佈 國民黨的民調 大部分都在下滑中 然後所以呢 這個月又比上個月下滑了三點多趴 那所以在這一個月 朱立倫新上任的國民黨主席當中 任內當中 他做了什麼事 他做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罷免案 所以他卯足了權力 再做這一場罷免案 結果 好的確是罷成功了 可是卻 就讓你朱立倫站穩了黨內的位置 可是卻連帶使得整個國民黨的印象分數 就再度往下滑 所以你說他是賺還是賠 到底是勝利還是失敗 我覺得這個還有蠻多的解釋空間 然後你再來看 這個民調其實廣義的來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 其實他們兩個政黨的這個支持度 是互相流動的 長期觀察的趨勢看得出來 他們會互相流動 一個升就一個降 那廣義的本土政權這個泛率的民進黨 跟這一次的臺灣激進 因為這一次陳柏惟的這個罷免案 然後把激進黨的政黨制度 往上提升了將近一倍的這樣子的數量 那所以這兩個在這個月來說 可以看作是互相流動的 那也就是說 當你國民黨在發動這一場罷免案 你的跟民眾黨之間的互相流動 反而是大家不太喜歡你這麼卯足的權力 去做撕裂臺灣的這種仇恨式的動員 那所以自然就會流到了臺灣民眾黨 所以民眾黨突然間就升了好幾個 然後甚至超車了國民黨 變成了第二大黨 這或許只是一個短暫的現象 那所以接下來國民黨能不能夠再回過頭來說 你這個我不要讓這麼多留到民眾黨 我再搶回來一點 我覺得那個是他看這個政黨 接下來的做法才能決定 如果是像朱立倫之前講的說 你只要講這個抗中法台 我就要把你罷掉 你要持續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就會持續的書寫給臺灣民眾黨 那所以到最後國民黨的這個板塊形象 就會逐漸的變成新黨化 然後民眾黨就來搶佔原來國民黨的位置 所以整個政黨的板塊是會重新調換的 這件事情 這個朱立倫必須要自己去思考 所以當你的路線是越走越極端 越走越二元對立 越走越激化和仇恨的話 你就變成新黨了 那你為什麼要讓自己原本的這麼大一個黨 然後變成一個新黨呢 然後放手讓這個中間以及潛藍的通通都拱手讓給民眾黨 這個盤算我實在覺得朱立倫 作為一個會計系的政治精算師 這麼簡單的道理 他應該要算得清楚才對 可是看起來目前他的確表現上面來說 是很努力的把國民黨帶向新黨這樣的境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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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